上次影片提到我就研發了一個以機器學習的原理為基礎的程式去玩貪食蛇 不過因為上次的程式擊敗不了貪食蛇 所以我就想再花多一點時間去研究 怎樣去設計一個程式去擊敗貪食蛇這個遊戲 終於就研發完成了,先讓你看看成果 如你所見,只要程式跟著這條路線走 最終必定能夠擊敗貪食蛇 視線聲明,雖然這一個不是AI 但的確只要寫一個程式跟著這條路線走 就能夠達到擊敗貪食蛇的目的 希望你就不要怪我 因為我真的花了很長時間去思考和寫程式 去研究怎樣用AI的方法去擊敗貪食蛇 只怪我能力不足,最終都失敗了 只能夠用這個好白癡的方法去擊敗貪食蛇 但我相信每一次的失敗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應該都是值得分享出來的 今天我就會講解一下我研發過程中的思考過程 或者是我學到些什麼 要確保大家知道我做些什麼 我需要講一下我原先的計劃是些什麼 我研發這個AI程式的最初期 目標就是希望程式擁有一個自我學習的能力 自行去找出一個能夠擊敗貪食蛇的方法 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我上次嘗試了運用神經網絡和Q-learning的方法 去研發這個程式 再準確一點的說法 這兩個概念的組合其實是有一個專有名稱 叫做Deep Q-learning 由於上次我研發的神經網絡程式出現了些問題 所以你上次看到的程式 只是基於Re-Enforcement Learning的部分去研發 所以整個程式並不算是用上了一個AI去實踐整件事 當你知道Deep Q-learning 是由神經網絡和Q-learning組合移成之後 到底什麼是Deep Q-learning呢? 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所研發過的程式 最簡單的分辨方法就是Logan就是神經網絡 破解迷宮的程式就是Q-learning 或者Re-Enforcement Learning 你可以當作神經網絡是學生A 而Q-learning是學生B 兩個學生同樣都能夠從考試中拿到高分 但他們的學習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學生A拿到高分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做了大量的Path Paper 以防大家不知道什麼Path Paper 就是指過去的試卷 而學生B拿到高分的原因 就是靠自己在課本裡學習 單憑自己對課本的理解應付考試 雖然兩個學生的學習方式同樣都達到學習的目的 但兩者的學習方式都有好處和壞處 學生A的學習方式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給你快速知道什麼問題答什麼答案 大幅縮短學習的時間 不過壞處就是如果Path Paper有錯誤或者太久的話 考試的分數就會下跌 學生B的學習方式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明白課本的知識和原理 即使考試有重大的變動 你都能夠輕鬆面對 不過壞處就是要花很長時間去學習 當你看到兩個學生的分別後 其實你就會知道只要把兩個學習方式組合在一起 就能夠應付所有的考試 這個比喻正正解釋了什麼是Deep Q-Learning 神經網絡如果沒有Path Paper 這類有前因後果的數據 即使學習速度非常快都是沒有用的 我上次做過的程式Logan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我沒有數據提供給Logan Logan根本是沒有用處的 雖然Q-Learning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數據的情況下進行學習 基本上只要當它做對就加分 做錯就扣分 久而久之它就能學習到一種方式去解決問題 我上次做過的破解迷宮的程式就是最好的例子 程式可以自行找到終點的路線 不過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才找到 只要將神經網絡和Q-Learning組合在一起 就能夠做到互補不足的效果 這個就是Deep Q-Learning 你明白之後我可以繼續解釋我上次的問題 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研發的神經網絡程式出現問題 暫時用不到 第二就是我程式的視線範圍太小 限制了程式不能發揮最大的能力去玩貪吃蛇的遊戲 所以整個程式並不算是用了Deep Q-Learning去實踐這件事 為了做到人工智能的效果 我就重新更正了神經網絡的程式 同時將程式的視線範圍擴大至整個畫面 當我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後 以下就是程式的表現了 如你所見你會看到兩個現象 第一就是餐食蛇吃到蘋果之後很快就撞牆 第二就是餐食蛇不停自轉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如果你有看過之前的程式 今次的情況比上次更糟糕 因為今次控制方向的是神經網絡 上次控制方向的是Q-Learning 神經網絡表現差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Q-Learning根本找不到擊敗遊戲的關鍵 所以即使神經網絡擁有快速學習的能力 根本沒用出來的表現就會變得更差 這個情況令我思考一個更深入的問題 就是Q-Learning缺乏了什麼 以致它找不到擊敗遊戲的關鍵 最後我就重新思考貪吃蛇的遊戲規則 我終於明白了程式的問題出現在哪裏 答案就是程式只是學習到用最短的路線去吃蘋果 而不是用最安全的路線去吃蘋果 其後我就到網上去找一個解決方法 最終就找到一種演算法 是可以解決Q-Learning找不到擊敗遊戲關鍵的問題的方法 就是用Genetic Algorithm 基因演算法 要知道什麼是基因演算法 我們就要知道程式怎樣去定義一個最安全的路線去吃蘋果 而不是用最短的路線去吃蘋果 基因演算法的功能就是可以在程式做任何決定之前 預先模擬很多不同路線去吃蘋果 然後從中找一個最安全的路線 找到之後 程式就會跟著基因演算法 預先模擬好的路線去吃蘋果 而基因演算法模擬路線的過程中 都會將最安全的特徵記低 以提升之後模擬路線的準確度 簡單而言有了基因演算法 我的程式就能夠找到最安全的路線去吃蘋果 這樣就能夠提升到擊敗貪吃食遊戲的機會 針對基因演算法 由於Better Trading寫程式的能力是有限 所以我就未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建立到一個整個基因演算法的程式 我寫程式的時候 暫時忽略了找出特徵的功能 只是加入模擬路線的部分在程式裡 雖然這個程式並不完整 但這樣至少可以有更多路線去選擇 而不需要再依賴最短的路線去吃蘋果 以下就是程式的成果 好 如你所見程式的確是不再依賴最短的路線去吃蘋果 但每一次都用上很長的距離和很長的時間去吃蘋果 然後再次撞牆 今次我知道程式撞牆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程式越來越複雜 所以當中有很多錯誤要更正 才有機會成功研發一個AI的程式去擊敗貪食蛇 其實到這裡坦白說我都開始有點累了 不想再面對貪食蛇 要暫時擱置一下這個程式 我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夠完成 這個程式的程式碼 我會放到Patreon的收費內容裡面 如果你想了解這個程式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加入 我會將加入Patreon的連結放在Description裡面 你可以慢慢了解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Better Trading會這麼無聊 去研發一個AI的程式去擊敗貪食蛇 而不是專注在股市上 原因就是如果我要將AI成功應用到在股市上 我就必須要知道不同機器學習的原理 了解它們的限制 如果我能夠將AI應用到在不同層面上 我就能夠證明自己是真的明白當中的原理 這樣我就可以再將相同的原理應用到股市上 這樣我才更加有信心 雖然今次都是失敗告終 但當中的研發過程我加深了對AI的認知 都總算叫做有少少的進展 期望未來可以研發更多的程式去幫助大家 關於寫程式方面 有人建議我用Python的平台去進行研發 因為當中有很多關於機器學習的Library 是可以用來研發程式的 事實上Better Trading都很認同 Excel的能力始終都是有限 可能未來都會想去學習 寫Python的程式去強化機器學習的部分 另外就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一本新書想免費送給大家 書名就是《如何用數學破解股市》 書裡面只有很少的數學公式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用容易理解的文字 去提升大家對數據或者統計的興趣 用真正客觀的角度去面對股市 如果你想擁有這本書的話 可以去Description裡面找到連結 進入網站之後再填一份小問卷 再加上你的電郵就可以免費獲得這本電子書 加油再見拜拜